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什麼是MQTT MQTT其實是一種基於發佈 定業的一個機制的一個訊號的一個傳輸的一個 協定 那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雜誌 發行 跟定業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MQTT信息發送端 就相當於是雜誌 雜誌社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可分為發佈者 發佈者就像剛剛所講雜誌的一個出版社 那另外有一個代理商 那這個代理商代理人就相當於是 書店的 一般的代理人就相當於是書店 我們要去買書的話就要去書店買 我們不是直接跟雜誌社來買 所以我們去書店買 那我們就是所謂的定業的 我們就是一個定業者 所以大概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先了解一下 發佈者 就是發送信號的 那發送給這個 剛剛講書店一般的這樣的一個代理人 然後我們如果要 要訂閱這一本書 就要去 那個書局買這一本書 所以我們是定業 那另外 除了這個機制之外 我們這邊也要知道 他會有一個主題 會有一個主題的一個名稱 所以他發布 針對某一個 某一個主題 來發布一個訊號出來 然後我們如果有定業這個主題的 我們就會收到他的一個訊號 這個大概是比較簡單的 一個 MQTT的一個介紹 那他大概的機制就是這樣 好 所以 訂閱者 他也不 不一定只有定業一個主題 我可以定業好多個主題 我可以定業好多個主題 我自己本身是 發布者 我也可以 自己來定業 所以 也不一定說 發布者 就不能當定業 發布者 我也可以來定業其他的一個主題 好這個大概就是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那這個代理商 代理人 我們等一下所用的 其實他就是一台伺服器 他就是一台伺服器 那我們就是採用 這個blocker HIGH MQ的這一個 這個伺服器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一個 那我們這邊 比較方便的是用手機 手機的MQTT端 來發布主題 發布一個主題出來 然後 我們可以 利用microbit 來控來 定業這個主題 那這個時候microbit就是定業者 那剛剛我們講的手機又是電腦 就是所謂的發布者 也就是說 從手機或是電腦 發布一個訊息 出去之後 然後來控制microbit 因為他會 他就是一個定業方 那我一個訊息 就相當於 從我的手機 或是從電腦 傳送出來 透過這個代理人 然後把這個訊息 傳給我們的microbit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眼方控制 或是外部控制 好從外面 手機或是電腦 來控制我們的microbit 主板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使用的一個原理的部分 好 那發布者 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用手機比較方便 如果有手機的同學可以 採用 這兩個App 這個App 跟這個App 那這兩個App 就直接 這邊有 我有寫了另外一個 參考的一個講義 可以看 好那因為我們這次是針對學生教學 那學生可能 比較沒有在用手機 這樣的一個 在學校 沒有手機可以用 所以我這邊 我們這 MQTT Clack 就是這一個發布者 這個我們採用的是 MQTT Box 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 同學們可以直接 他有幾種下載的方式 這邊我有寫 那 我們就直接 去下載 這個MQTT Box 這個軟體 同學就直接點這個 點進來 好那因為我們 應該絕大部分都是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 所以就點一下Windows 那這邊就 Click here 就是 點擊這個地方來download 把嘗試給下載下 好那我剛剛已經有下載過了 好那這邊 下載完之後你就可以去 你剛剛下載的區域 來搭搭這兩個 這一個層次來安裝他 就這樣就可以進行安裝 好那安裝好之後他就顯示這一個畫面 安裝好之後就顯示這個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設定 那個發送端 是發布端的一個資訊 那我們就 來create 這一個MQTT的cry端 好點進來之後有幾個 第一個我們這個的名稱 這個的名稱我們就直接 mqtttest mqtttest 這是我們 的一個測試的名稱 那這邊 我們來點一下 我們要選用的是 mqtt 的TCP 這一個 mqttTCP的這一個 那這邊的host 這邊的host 這邊的host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來 看一下我們剛剛的講義 好我們剛剛說我要用這一個來當我們的 代理人 那我把這個 複製一下 好那剛剛我們也可以看一下直接這邊就是剛剛我所寫的 我的一個名稱 還有 MQTT的這個TCP這個 這個學定 然後host就是那個 那個 伺服器的一個名稱 好那伺服器的名稱我們就直接把它貼上去 這邊我們不要用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次用的是這一個 好那 那帽號 記得後面有帽號1883 好這是他的一個 負號1883 好我們來看一下 獎勵的部分 好 所以 這邊記得要一個 帽號1883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 像這個 Client 一個端的ID 這個他會隨機產生一個 這個都不用理會他 那username跟password這個也都不用 所以 我們就直接 這樣就 已經設定好了 好那其他都不用去動 就直接set 好 這樣就已經 我們已經是一個發布者 一個發布者 好那接下來 Topic 這是一個主題 我們要發送的主題是什麼 那我們 看一下我的講義這邊是用一個叫做 microbit 斜線LED 這是一個階層的 你也可以直接就取一個 就是不要跟別人重複的一個 柱 好那這邊我就一樣 我用階層次 所以階層次就是一場一場 micro bit 好的 我現在控制LED燈的亮度 LED燈 你也可以再往下 繼續斜線 做這樣的一個階層 好那我現在是這一個是我的 定業的一個主題 我定業的一個主題 好那這樣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打勾 這個地方把它打勾 然後 發佈 那我們這樣就 不是定業 這個我們就發佈 我們是發佈端 這樣就發佈了一個主題 就發佈了一個主題 出去 好那現在發佈出去 因為現在 我們都還沒有人 訂閱 所以你現在發佈出去 也沒有用 好那 右邊 右邊就是 那個定業者 定業端 好那我們 右邊要來定業 跟我發佈 同樣的一個主題 名稱 同樣的主題 名稱 那我這個 這個地方 我就按一下 就是定業 我要定業 好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一個連線狀態 這邊是 看一下 還沒有連線 好已經連線 我們試看看 好那我再發佈一次 剛剛我這邊沒有把資料寫 這個是我 我所發佈的一個主題 但是我給他一個叫做ABC 這樣的一個訊號出去 有沒有看到 我發佈出去之後 我的 我同樣 其實我現在是同時也是發佈 這 也是定業者 所以我發佈出去之後 我馬上就收到了 我馬上 這邊ABC 我這邊就收到了 ABC 我這邊發佈 123 那我這邊也就會收到123的這樣的一個信息 好那這個 就是我們採用這個MQTT Box 的一個測試方式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來定業 自己來發佈 也自己來定業這個主題 好那這邊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等一下我們 就不是 發佈也是從這邊來發佈 但是我們發佈 用Microbit來定業 用Microbit來定業 讓他定業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讓 Microbit來發佈 我們這邊定業 我們這邊也有定業端 所以我們從Microbit發佈之後 我們這邊也可以收到 Microbit 收到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 同學先把剛剛我們這個 MQTT 這樣的一個 原理 一個發佈端 一個代理人 一個定業者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流程 就是 我從 發佈 者 發佈一個主題 主題出去 另外 就是定業者 他會去 這個代理的 這個地方 定業一個 一個主題 好那 就像當我這個發佈一個訊息之後 訂閱者會收到我的信息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同學可以 再把 MQTT 這一個 MQTT Box 這個軟體 安裝一下 安裝好之後 自己 把這邊 這邊三個地方 寫進去之後 自己來 發佈一個主題 發佈之後給他一個訊息 自己也要來定業 自己也定業這個主題 看自己發佈的時候 自己能不能收到 那這樣就如果自己發佈之後 自己能收到 那這樣的一個 建制應該就是成功了 那這邊先給同學測試一下